近日,中心社记者走进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普尔纳克里 在纳克里绝版木克农民版画培训中心内 悬挂着一幅幅出自农民之手 散发着农农乡土气息的版画 从不同角度描绘出中国的大美边疆 绝版木克全称绝版油印套色木刻版画 20世纪80年代发源于普尔 后在中国引起关注 与传统的木刻版画不同 绝版木克是将所有色版集中在一块板上 重复刻板 踏印 其创作过程也是自然回版的过程 一块板可以踏印的作品数量有限 自2018年起 普尔为让当地农民在迅速发展的文化旅游业中获益 连续举办绝版木克农民版画培训班 对超过百名热爱艺术的农民进行培训 培训期间政府对农民学员提供免费食素 工具材料 培训资料等 张鸿雷是土生土长的纳克里村民 平时以务农为主 利用农闲时间学习绝把木克 与此同时 茶马古道驿站纳克里迎来旅游经济红利 游客热衷购买农民刻画的作品 成为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除了把木克卖给游客外 部分村民还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 能够以每平方米300元左右的价格 为当地有需求的村庄 山铺 饭店等绘制强化 普尔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绝把木克农民版画培训中心教师施晓明告诉记者 普尔的绝把木克大多反映的是普尔当地的社会生活 民族文化等 农民学员画作的内容非常纯真 纯朴 像我们普尔学院这个基地来到这里的话 也是纳科里 就是说文化的一个对极把木克新传的一个窗客 增加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 就是说能让更多的老百姓或者外来人 就更能够了解我们就是说极把木克 我们普尔极把木克 木克国家 杨树